我们刚刚已经制作好了日期 那我们最基本的我想要算一件事 我想要算出来这一天的销售额是多少 对不对 这一天的销售额怎么算 所以我们我不想要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我们曾经有教你 就是各项产品的一个排名 我们是不是要先单独有一个产品的单一的工作表 对现在日期也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算个月的销售额 一样我们这个Gate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去计算每日的销售额 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是要增加一个量值 增加一个量值 稍微注意哦 什么时候增加量值 什么时候增加资料行 其实现在我们增加资料行 你看一下 现在先看这张资料的 现在是不是只有日期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算出这个值 我现在就要算这个值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如果我们现在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就不会有一行的数值了 这个量值呢 假设我怎么取 每日销售 每日销售额 每日销售额 请问每日销售额怎么算 是不是用加总 因为刚刚我这边总价已经算好了 总价已经算好了 而且它会依照什么 依照我前面这个日期来去做计算 然后呢 算什么 算这个销售里面的总价 可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请问一下 为什么是用加总 各位知道吗 因为这个日期是不是1月1号 我说过1月1号里面有5、6笔资料 所以是不是第一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 每一笔资料加总起来 加总起来是不是用上 这个观念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这边是改成 因为我只想要计算每个月 因为你看嘛 虽然登革日给我们的资料 那位先生给我们的登革日资料 是每一天的资料 对不对 可是你应该知道 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是看月 看月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日期改成是月了 怎么改 最简单就把当在以上里面 你就先输入好 2008年1月1号 然后2008年2月1号 一此类吞 就间隔都是一个月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先把这个 每日的这个销售额算出来 8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打勾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这个值 这个值对吗 就不对了吗 之前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算的 好 那请问你怎么样算出这个数值 这就是要考考你的 考考你的 来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至少先算 算这个数值 然后 接下来 要请各位做一件事情 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两张资料表 这个日期 要跟建党日期 产生关联 而且要是一对多的关联 也就是这个关联性 很重要 这个建党日期要跟 Date 产生关联 好 这是一 这边资料分析里面的日期 1月1号 是不是只会出现一次 可是 这里面销售的建党日期 它会出现很多次 就好像说 假设你今天要算 每月 每月的资料 这个时候 这边一定要跟它产生关联 然后你去看 这个地方就变成说 它可以做一个 就是1月1号 总共是多少的数值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每月销售额 销售额这个值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将值显示为没有任何计算 有看到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是显示没有任何计算 可是它事实上是有计算 它在算什么 它在算 它在算1月1号那几笔的总和 那它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 日期里面是不是会有折叠 例如说 这个日期 我不想要各位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 我把它变成日期的那个 就是 日期阶层 你看 这边是不是还是产生是这个数值 所在讲的没有计算是指 它不再把它变成一个智慧报表 智慧日期 智慧日期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边 就算那个折线图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图 它是不是会有往下有 说日期的分割 或者是什么 整个变成连续的资料 它现在这个数值 它不再去产生这种应用了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可是重点我要的是 这个很重要的数值 听得懂 因为没有这个数值 我根本就不能往下做计算 现在我来去算 我只要找到说 那个平均怎么算 然后哪几天怎么呈现 我就可以算出那个平均值了 刚刚这里面根本就不能算 你自己可以回家的时候 假设没有这张资料表 我回去算看看 看平均怎么算 这里当做是一个很基本的挑战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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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